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高科技园区建设和发展 企业科技创新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等情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六日视察东部战区机关时强调 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至5月 我国服务贸易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服务进出口总额26,055.4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0.2% 下面是一组资讯 日前 国家卫健委成立国家级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 主要职责包括副现场指导和参与突发事件的医疗应急和救治等 涉及急诊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 流行病学等22个学科 近日 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给重庆 四川等16个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1.28亿元 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重庆市万州区应急管理局6日消息 截至目前 万州洪涝地质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 两人失踪 人员搜救仍是当前的救援重点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印发通知 8月1日起 扩大适用税优政策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范围 每人每年限额2400元 或每月不超过200元 6日 全长15.2公里的魏武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 募债领隧道全线贯通 为今年底魏武高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民航局日前召开动员部署会 要求加大整治力度 依法从严从快从重打击机闹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6日在上海开幕 本届大会参展企业数量展览链机军创历届之罪 首发首展新品达30余款 近日 国家疾控局在全国各级疾控机构 正式启用95120全国疾控电话 留掉专用号码 日前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 副主任王雪峰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日前 国家烟草专卖局原党组成员 副局长何泽华 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6日 美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乘机抵达北京 经中美双方商定 耶伦将于6日至9日访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5日发布报告称 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下降12% 主要原因为俄乌冲突 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等 当地时间5日 法国政府官员表示该国骚乱局势趋于平静 法国政府考虑推动立法 在特殊情况下限制社交媒体的部分功能 当地时间5日 墨西哥南部一辆公共汽车失控翻车 坠入山崖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9人死亡 另有14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6日 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12.9万余件 馆藏档案资料 即日起 公众可持工作证 身份证等合法证明 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 查阅利用 成都大运会第二阶段体育比赛门票销售6日上限 包括田径 游泳 台球 网球 射击5个项目 共计86个场次 中央气象台6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7日白天 河北大部 北京 天津 山东中北部 河南北部 江西中部 福建中北部 浙江东部 河南部 陕西关东 南江 盆地 东部等地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39摄氏度 河北中南部 河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达40摄氏度或以上 中央气象台6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6日20时至7日20时 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习近平主席视察东部战区机关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向东部战区全体官兵致以惩治问候 在讲话中 习主席强调了四个要 分别是 要时刻牢记使命任务 要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 要坚持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 习主席对东部战区成立以来 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祖国统一做出的重要贡献 给予充分肯定 大家都还记得佩洛西去年窜访台湾 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 开展了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可以说东部战区力荐出鞘 以果敢行动捍卫了国家人 推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是关系我军建设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就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做出一系列战略谋划和部署 引领全军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 初心如盘使命如炬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吉祿席曾强调 强国必须强军 军强才能果安 再过四年 我们就要迎来建军百年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是全军的责任 也是全党全国的责任 学习强军思想 建功强军事业 锐意进取埋头苦干 就能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中华民族 市民民主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